记者钟立华、苏永耀、林慧琴台北报道, 首逼搭载从武汉撤回国人的包机问题多, 包括机上出现萨多明包含钟佩等中国机人士, 于一名元不在名单上而之后被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, 几轮人请班机。 陆委会前晚宣布第二批包机暂缓, 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锤正佐表示, 今天也不会有加班机返台, 后续执行的优先旅客名策, 对岸需与我方协商并达成一致, 同时完整旅客名策需与起航前一日交给我方, 审查入境资格无误后再与执行。 国安官员指出, 基于提高防疫能量需求, 未来的机反应由台湾的国籍航空担任重责。 中国官媒新华社所报道, 中方原安排四个班次于午, 六日两天运送, 但台湾方面以收容能量有限为由, 不同意运送安排。 湖北武汉台包返台救援会长徐正文昨夜表示, 一早就陆续接到讯息, 指台办接到通知, 台商五日没办法回去。